上回书说道,双儿把伟小宝请到后堂一座小小的花厅,让他落座了,然后七声一碗香茶捧上来。 伟小宝喝着香茶,时间不大,就听见外边儿脚步声音,小宝放下茶杯,往外一看,从外边儿来了一个女子。 这个女子,唇身穿的衣服,也跟双儿一样,唇都是白色的。 少妇走到伟小宝面前,深深倒了个万福。 贵公公一路辛苦了。 伟小宝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,马上起身规规矩矩还了个礼,啊,不敢当,不敢当。 贵公公,请你上座吧。 伟小宝仔细一看,这个少妇也就在二十六七岁,脸上没擦一点纸粉。 脸色显得十分苍白,两只眼睛是红的,看起来显然是刚刚哭过。 伟小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只说了一句,啊,三少奶,多谢您的胡周纵啊,真好吃。 贵相公,王夫姓庄,三少奶的称呼可不敢当啊。 请问贵相公在宫中呆了多长时间了? 伟小宝心说,看起来我这宝是压转了呢。 刚才,院中一个女人问我杀熬霸的事儿。 我承认是我杀的,她就派这个小松儿给我吃粽子,给我烫衣服。 嗯,行,我就顺着这条道往下说。 三少奶要问,我呀,在宫中待了一年多。 贵相公,能不能把手刃奸相敖拜的事情,跟小女子我详细的说说。 哎呦,伟小宝一听,她管敖拜叫奸相,那没错了。 可是面对这个女人如此端庄,伟小宝可不敢说瞎话。 就把在上书房如何跟康熙自行敖拜的经过,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 那伟小宝经常听说。 所以什么时候应该细说,什么时候应该粗说。 关键的地方如何说到恰到好处。 她是说得非常好。 可以说说得惊心动魄。 这个双儿和这个少傅是仔仔细细的听。 伟小宝说拿香灰迷敖拜的眼睛。 这个少傅轻轻的出了一口气。 伟小宝说自己端起香炉来砸敖拜的脑袋。 这个少傅又使劲出了一口长气。 伟小宝说的都是实话。 只是康熙皇帝嘱咐过他。 康熙拿这刀在敖拜身背后给了一刀的事情,是不让他说的。 伟小宝当然在这个少傅面前说这刀是自己炸的。 这位少傅听明白了。 哦! 贵想说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。 我看外边的传闻就不计事实了。 说什么贵公公武艺高强跟敖拜大战三百回合,才想办法用绝招把他制服的。 我是想,那敖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,贵公公武艺再高,终究年纪还小啊。 哎哟,伟小宝爷听着乐呀。 三少奶,大战一百回合? 哟,要真打架呀,就是一百个小贵子,也不是那敖拜奸贼的对手啊。 那么请问贵公公后来敖拜又是怎么死的呢? 魏小宝如实地把康熙王府的情况又详细地说了一遍。 啊! 这个庄夫人点了点头。 贵相公,你是谁的弟子,你的师父是谁? 要问我呀,我师父是天地会的总舵主。 哦,难道是陈靖南吗? 不错呀。 我明白了。 魏小宝心说你既然都知道,你还问我干什么呢? 你明白了? 对不起,我糊里糊涂。 我也什么都不懂。 做了天地会亲不成的乡主,有名无实。 他呢,也不知道这位庄夫人跟天地会是敌是友,所以他先话里头来了个魔灵良可。 庄夫人想了想。 贵相公,当时你在求使中杀敖拜,用的是什么招数,可以演示一下,给我看看吗? 呃,魏小宝心说,这个女人可够邪门的呀。 我胡说八道大吹牛皮,她还让我比回一招。 嗯,对不起。 三少奶奶,我没什么招数,什么屁招数啊? 我双手一比伙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当时我吓得魂不负体,还乱七八糟,就这么几下。 庄夫人点了点头。 贵相公,请你宽坐。 然后站起来,就跟着松儿说。 松儿,咱们的桂花糖,你为什么不拿出来,让贵相公尝尝啊? 说着,就跟魏小宝万夫还礼,又走进那堂。 魏小宝心说,他请我吃糖,自然没有歹意了。 松儿走进那堂,捧出了一只青花高脚的瓷盘,在盘子里装了许多的桂花糖,松子糖。 贵相公,请吃糖吧。 把这瓷盘放在那桌子上,也回到内堂去了。 过了一会儿,这个庄夫人有点内堂出来。 贵相公,我们这儿住着很多户人家。 但是,没有男人,只有女人。 都是被敖拜所害的忠臣义士的遗属。 大家知道贵相公首任敖拜,为我们报了大仇,全都感恩戴德呀。 哦! 那么说,张三爷,他,他也是被敖拜所害了。 正是,我们这儿的人,人人气血吐心,日夜伺机复仇。 想不到这个奸贼恶贯满盈,如此之快,竟然死在贵相公的手下。 嘿哟,我又有什么功劳,只不过是刚刚碰巧了。 这时会儿,小双儿把他这个包袱捧出来了,放在了桌子上。 庄夫人又说了:"贵相公,你的大恩大德,实难报答。 本应该好好款待才是道理。 只是双居之人,颇有不便。 大家伙儿商议,想送写宝礼,略表寸心。 但是,我们也知道,贵相公行囊丰足,身带巨款。 我们乡下有什么好东西,贵相公能够看得上呢。 至于武功什么的,贵相公既是天爹会,陈总舵主的弟子,远胜我们的浅薄功夫。 这确实叫我们为难了。 尾小宝心说,送我什么东西,他还挺为难,尾小宝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也。 这时会儿,庄夫人又问:"请问,安公明天要上哪儿呢?" 尾小宝心说,我跟那个张老三一问一答,想必他都听见了。 那我也瞒不了他了。 嗯,三少奶要问呢,我呢,上山西武台山。 从我们这儿到武台山,路程也是不近的,只怕沿途还有风波。 我们想送恩公一件礼物,请恩公务必收下。 哼,三少奶,您好意送我东西。 嗯,我这个人哪,向来是见礼就收,您放心。 这个庄夫人一听,这个恩公说话怎么这么说呢? 好,那就好极了。 恩公的车夫,已然让我们赠送银两,让他回京了。 说着,还用手指了指双耳。 贵相公,这个小丫头双耳,跟随我多年了,做事也还算妥当。 我们就送给恩公,请你带去,从此以后让他服侍恩公。 尾小宝心又惊又喜啊。 没想到,这位少奶奶说送自己一件礼物,竟是一个活人。 刚才小双耳,又给我烫衣服,又给我结辫子。 哎呀,我尾小宝身边有这么一个又美貌又归巧的小丫头。 我得多快活呀。 可是现在我奉旨去五台山。 我不是平安无事啊。 我必须得随机应变,见景生情。 我带这个小丫头,又不方便。 啊。 哎。 庄夫人,你送我这件重礼。 啊。 我真是高兴已急。 只不过,她,她只不过。 尾小宝为什么说了两个只不过? 一个呢,送礼不好往回推。 另外,她是真舍不得这个小丫头。 她一看双耳。 双耳低着头,正在偷眼看自己。 她眼光一看着双耳呢,双耳急忙把头撞过去,脸上一阵运红。 庄夫人就问,不知道恩公有什么难处。 呃,我去五台山。 所办的事儿,是挺不容易的。 带着这个小姑娘,恐怕呀,不太方便。 恩公,这个你倒不用担心。 双耳年纪深小,伸手挺灵便啊。 不会成为恩公的累赘,尽管放心就是。 尾小宝又看了一眼双耳。 见着一双点七似的眼中,流露出殷切的神色。 诶,双耳,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啊? 双耳把头低下。 三少奶让我服侍相公。 自然,自然我是要听三少奶的吩咐了。 那你自己到底愿意不愿意? 只怕会遇到危险呢。 我不怕危险。 啊! 你答了我第二句话,可没答我第一句问话呀。 你不怕危险。 只不过是夫人将你送给我。 你心里头不愿意吧。 夫人带我恩重荣山。 相公对我们庄稼又有大恩。 夫人叫我服侍相公,我一定会尽心的。 相公对我好,是我命好。 但我不好了。 也就是说双耳命苦了。 你命好,不会命苦的。 双耳听伟小宝说这两句话,嘴边露出了一丝微笑。 庄夫人走过来摸住了双耳的手。 双耳,你拜过相公,以后你就是贵相公的人了。 小双耳抬起头来,看着夫人眼穿红了。 马上跪在地上给庄夫人磕了个头。 双耳抬起头。 双耳抬起头。 善耳抬起头。 啊。 周夫人摸着她的头发。 双耳,贵相公少年英雄,年纪轻轻,已然扬名天下。 你好好服侍相公。 她答应了,会带你好的。 是。 孙儿站起来,转过身来,又给韦小宝带到了。 韦小宝马上用手一掺。 别客气,别客气,一给我磕头,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。 把小孙儿扶起来,韦小宝马上打开包袱,拿出了一串明珠。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啊。 谁说这串明珠,少说得值几千样银子呀。 我就拿这银子买丫鬟,我得买个十个八个的。 哎呀,可是这些几十个丫鬟,也没有这小孙儿可爱。 孙儿双手接过珍珠,多谢相公,来好把这串珍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。 桌上宝光流动,映得孙儿这张脸更加漂亮。 庄夫人就跟美小宝说了。 恩公,去武台山,不知道打算明察还是暗访呢? 那当然是暗访了。 武台山,葱林之中,妙分青黄。 既有藏龙卧虎之事,恩公,你可务必小心。 啊,多谢吩咐,不过你叫我恩公,可不敢当,以后就叫我小宝就行了。 那可不敢当。 恩公一路珍重,为王人数不远送了。 双儿啊,你出了我庄家大门,就不是我庄家的人了。 以后你说什么话,做什么事,一概和旧主人没有关系。 你如果在外边胡闹,我庄家可就不能庇护你了。 他说这句话,神色是非常郑重的。 双儿答应一声,庄夫人又给韦小宝行了礼,然后又走回去了。 这时候天已然渐渐的亮了。 双儿进去,拿了一个包袱出来,连韦小宝的包袱一块儿背在身上。 韦小宝看了看,双儿,咱们走吧。 是。 双儿低下了头,神色欺然,不住的往后堂看。 显然是跟庄夫人分别,恋恋不舍。 他两眼红红的,肯定是刚才又哭过了。 韦小宝走出大门,双儿在后边跟着,这时会儿大鱼已然住了。 山间溪水团团,到处都是水生。 韦小宝走出几十步,回头又看了他。 啊,昨天晚上,怎么就跟做梦似的呀。 双儿,夫人最后跟你说那几句话,到底是什么意思? 山少奶说了。 我以后只是服侍相公,不管说什么做什么,跟他们庄稼就没有关系了。 哦,我明白了。 现在我可以问你了吧。 昨天,那帮人到底哪儿去了? 相公是不是说的张老三,那二十几个人呢? 他们呢,是神龙教的人。 让三奶奶跟手下的人把他们都逮住了。 后来神龙教中又来了厉害人物,又把他们给抢走了。 三少奶奶说了,咱们都是女流之辈,不能跟那些野男人老动手打架,再说也未必斗得过他们,就由他们走了。 哼,神龙教这些家伙没一个好东西。 双儿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,因为韦小宝此时认定了,堵住那个太好老婊子,就是神龙教的。 那神龙教能有好人吗? 小宋儿,我再问你,三少奶奶会武功吗? 会? 不但会,那武功非常高啊。 三少奶奶武功高? 哎哟,这风都能把她吹倒了,她武功怎么能这么高啊? 但是,她武功既然高,三少爷为什么要让傲败给杀死了呢? 老太爷跟三少爷他们遇害的时候,这几十家子没有一个会武功的。 那个时候啊,男的都让傲败捉到北京给杀了,女的呢? 都冲军要到宁谷塔去。 说什么? 要给人做奴隶。 幸亏在路上遇到救星,杀死了借差,把我们几十家的女子全救出来,就安顿在这儿了。 然后又传给三少奶奶他们武功。 哦,我明白了,我明白了。 三少奶奶这功夫是好练的,看起来我将来要练的,武功还得高。 三少奶奶说了,我们大仇没报,一切必须十分隐蔽。 所以昨天相公问我,我不敢说。 刚才三少奶奶奶说了,从今以后,我只服侍相公,跟庄家没关系,自然什么都不能瞒你了。 好好好,我跟你说,我也不瞒你。 我的真名啊,叫韦小宝。 贵公公,那是假的。 你是我韦家的人,可不是贵家的人。 相公,你连真名都跟我说了。 嗯,你放心,我绝不会跟别人说的。 哈,我这真名可不是什么大秘密。 天敌会中的兄弟,好多人都知道。 诶,我再问你,你们真是胡州人吗? 胡州的粽子,包得这么好吃。 三少爷,到底怎么给傲白害死的? 三少奶奶说了,说那叫文字玉。 什么? 文的肉? 文的那么少文的,也会有肉。 哎呀,不是文的,是文字。 写的那个字。 我们大少爷是读书人,学问好着呢。 他瞎了眼睛,就了一部书,书里头有骂满人的话。 哎哟,真了不起,瞎了眼睛,还能写文书。 嗯,我呀,眼睛不瞎,比你写字我都不认识。 我这不成亮眼瞎子了吗? 老太太常说,世道不对了,还是不识字好。 我们住在一起的这么些人家,每一位遇难的老爷少爷,各个都是学士才子。 没有一个文章做的不天下文明的,就因为做文章才惹出祸来。 所以,三少爷说了,文字玉杀了不少人哪。 三少奶又说,那满人就不让我们汉人读书做文章,我们偏偏要读,偏偏要做,就不能让他们清兵,称心如愿。 哎,小双,你会不会做文章? 相公你只会说笑,小丫头怎么会做文章呢? 三少奶奶教我读书,我呀,只读了七八本。 哈,七八本,那比我棒多了,我顶多夹着一块儿,认识七八个字。 相公你不爱读书,老太太一定喜欢你。 她一说到清朝,她就说,拜家子儿才读书呢。 对,我呀,瞧你熬拜,就不认识字。 哼,就是拍马屁,给她念,她听了。 她呀,瞎字不识,还比不上我呢,顶多认识熬拜你俩字。 是啊,我们大少爷做的那部书,叫什么《明史》? 这书里头啊,他们说有骂清人的话,其实三奶奶说也不是。 只不过遇见一个坏人叫吴之荣。 他呀,为了自个儿生官发财,拿这书上熬拜人儿告去了。 事情闹大了,就害死了好几百人。 连卖书的书店老板,买书看的人,都做起杀了头。 相公,我问你,你在北京城见过这个姓吴的叫吴之荣的吗? 没见过。 我卖班儿的找,总得找个。 哼,我找,找。 双儿,我拿你换一个人行不行? 啊? 你拿我换人? 刚给你,你怎么拿我换人呢? 不是送人,是换一个人。 双儿眼泪下来了。 什么,拿我换一个人? 到底伟小宝要拿双儿换谁呢? 下回再说。 好,温闻閒hhh。